每年的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 总会感觉非常愧疚 而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又往往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 我主要负责机场的直击工作 包括旅客办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 凌晨是白云机场的出发高峰期 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客也更多了 在春运这样的日子里 在全国克林辆最大的机场 为出发大厅里遇到困难的旅客 提供最好的帮助 让他们在旅途中感受家一般的温暖 让他们平安顺利地回到亲人的身边 就是我们的职责 今年春运 白云机场半夜客人量最高峰 超过13万人次 我们的主要职责 是服务旅客进出港 在白云机场控制区内 不管旅客是上飞机还是下飞机 都属于我们的工作犯罪 上开上开 不要聚集了 太密集了 一马铺的行程大铺 这蘑菇太麻烦了 你晒就出来了 这支都给你们 为了旅客出行的安全和顺畅 我们一分钟都不敢懈怠 有没有在玩客的旅客 现在就掉了 对于我们这个工作而言 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每天的午饭 必须在十分钟内吃完 只要有旅客在寒灶楼内 我们就要随时待命 四条纸廊 两个连接楼 三层控制区 每天要用至少两万八千步区覆盖 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知道 我走的每一步 其实也是旅客通往家中的每一步 我们的工作充满着不确定性 但家的温暖与爱 一直也落在我的身边 管家灯火摇曳 希望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 都和家团圆 今天是元宵佳节 浩月当空 让每一位旅客平安的踏上旅程 在花城 也是春天般的美女 春风般的服务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在这里 我们为春天代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